下面我们来学习糖的分解代谢 糖的分解代谢我不跟大家强调大家都知道是重点 为什么糖无氧交接有氧氧化 您想想哪年不考呢 这些关键没生理意义考了无数次 所以我不强调大家都知道 自己意思助理意思都是要教大家掌握的这些重要内容 所以这一章节大家要花精力去掌握 我们首先来看糖交接 什么叫糖交接 在缺氧的形状下 葡萄糖生成乳酸的过程 那么叫做糖的过程我们叫做糖交接 大家注意一定要知道这个交接过程有两个阶段 基本过程要在他掌握的两个阶段 那么整个糖交接过程中间有十步反应 那么你假如把零长二相丙同 这不可得反应 三天上干预前你上二十步运动 这不散一步就十一步反应 没散就十步反应 这十步反应中前九步 那么叫第一阶段 后面的最后一步叫第二阶段 前九步只从葡萄糖到丙同山 那么叫糖交接突击 那么假设你是一直从葡萄糖到乳酸呢 叫糖交接过程 第二阶段只有一步 丙同山还原生成乳酸 叫糖交接过程 所以大家注意了糖交接过程跟糖交接的途径是绝对不一样的 两个很像一样很容易生错 你看看这个糖交接过程的过程 葡萄糖生成乳酸的过程 我们把它叫糖交接的过程 葡萄糖是糖交接的途径 那么是葡萄糖生成丙同山的过程 有九步怀疑 所以有时候出题经常这样出 我说糖交接途径的最终生成产物 是什么 你打什么 丙同山 我说糖交接过程的最终生成产物 你打什么 打乳酸 这个能量的计算不要紧大家掌握 研究室要掌握能量计算 所以要紧要掌握能量计算 我在研究室的指导跟大家讲 我说糖交接途径的产生这个AP 跟糖交接过程产生这个AP有一样 不一样 因为涉及到丙同山生成乳酸这一步 产生能量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当然你们没考得这么细 今天假如考了你这个东西 有可能的 我糖交接过程的最终生产物 我要你打个乳酸 我糖交接途径的最终生产物 你要打本通山 搞个必行 你一错两个都错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 第二个 那么要求大家掌握的是关键美 关键美有三个 糖交接的关键美有三个 考了五十四 鸡汤鸡美 鸡汤鸡汤鸡美 鸡汤鸡汤鸡美 至于什么 我们等一会再跟大家说 第三个要求大家掌握 糖交接的意义 经常考 糖交接 那么最大的意义是为 记忆的收受提供能量 紧急需要的能量 你比如说你平时没有进行训练 你今天去投人去跑个1500 去个操场跑个1500 你有什么感觉 腰气散软 酸痛几天 为什么小气散软 那就是因为你在跑步的时候 平时没有注意淡点 我这个肌肉一跑 你看看这个肌肉就需要能量 但是能量 我经过糖的油氧氧化 这个能量来不来得及提供你 来不及提供你 那么你这时候 快点给我搞点能量 我这下跑步了 你不管它是糖教解 还是糖油氧氧化 再搞点能量 我用一用 平时的时候 大家假如不注意就换 那么就是利用效率最高的 糖油氧氧化 那么这是个 你家人要的这个速度很快 糖油氧氧化又来不及 他就是搞什么 糖教解 糖教解 每分子葡萄糖 只能生成两个ADP 但是糖油氧氧化 可以生成30到32个ADP 所以糖油氧氧化 生成能量算是多 但是很慢 糖教解 生成的ADP 就算少 但是很快 所以它主要 大家注意最重要的 就是为 激收说 提供迅速提供能量 但是 它很少 只有我们 糖油氧氧化 生成能量的15分之一 好了 大家注意了 我们知道 糖教解 我刚才说了 他教解过程 最终的产物是乳酸 所以 当你跑步的这个药物 你一提 要我集体 提供给你提供能量 你用一用 那么 我这时候就不得不 用很快速度 但是提供能量 不很多的糖教解 而糖教解 有大量的乳酸 在你的这些堆积 因为瞧 这些产物就是乳酸堆积 所以 你这个机会说 就在腰起酸软 酸个30天 最后好了 为什么 经过乳酸循环 把这个乳酸 体内的乳酸消除了 那么你就慢慢慢慢的这个酸软 就会什么 慢慢的恢复过来 当然你现在平时注意到你 哎 我知道 这个有氧氧化 我要跑步的时候 赶快无氧气酸软给我提供能量 它还被腰起酸软 就没有了 所以你平常注意 训练的 它就没有腰起酸软 但是没有注意训练的 很容易有腰起酸软 就这个原因 好了 这是第一个 最最重要的一个 糖教解的势力意义 就是迅速为机 收手提供能量 第二个 糖教解是红细胞 获得能量的唯一来源 大家都知道 这红细胞 红细胞里面有细胞器 没有细胞器 由于没有腺力体 这个小船 腺力的干什么呢 是糖有氧氧化 三川循环的主要的部位 主要器官就这样了 所以 红细胞由于没有腺力体 它能不能经过糖的有氧氧化 不能 所以红细胞 唯一的获得 破糖能量的 唯一的方式 那么就是糖教解 所以糖教解 成为了我们红细胞 活用能量的唯一方式 就这样 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比较敏感的 这种活药的细胞 包括神经细胞 白细胞 骨髓细胞 都是以糖教解 作为主要的能量 所以 这个没考过大家 考过大家 最多的就是一项 二项 那么第三项 没考过 是研究证考过 好了 大家注意了 我们再来看看 糖教解这个积分过程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糖教解这个过程 那么详细的过程 就这张幻灵片 这张幻灵片 不要求大家搞到相见 就是那么清楚 但是整个糖教解 我是跟他大致 因为糖教解过程 这个最基本的过程 你让糖教解都搞不清楚 其他的糖教解 代谢的过程 你根本上无法掌握 所以就跟糖教解的时候 讲得详细一点 讲得详细一点 实不怀疑 那么或者是实不义不怀疑 大家就要重点掌握 至少你不掌握 你要知道掌握 关键没在哪一项 第二个 幻影的这些产物 顺序是怎么 你看看 从葡萄糖到柳梁山 葡萄糖柳梁山果汤 一六二千果汤 三年杨干月酸 一三二年杨干月酸 三年杨干月酸 二年杨干月酸 你算西村比同酸 比同酸到乳酸 要像我这样 至少你练到 要非常熟悉 那么大家才能把这一张机学好 否则做到了题目 你这四级音笔 今天被明天忘记了 好 这四目反应大致是什么来的 大家理解了 心上很好背 不理解 那么你死记忆背 就像我刚才这样 像昂着天 葡萄糖到六六三 葡萄糖到六六三 我到一六二三 我的天哪 今天被明天忘记了 所以大家假如理解这个生化过程 我跟他一讲 大家就记住了 好了 就是这样的 首先大家看看 葡萄糖 葡萄糖是一个六个碳原子 六碳的什么 物质 这个六碳的物质大家就记住了 这是吗 是一个环窗结构 环窗结构 六碳的物质 我葡萄糖比较劫 只有要把你葡萄糖给干掉 释放让你释放出能量 大家想一想 我要是干掉 我谁也要让你的环打开 你的环都不打开 保护得好好的 我怎么给你干掉呢 是不是 但是葡萄糖的分子量比较小 大家都知道 是小分子物质 小分子物质大家都知道 肯定自由通过细胞 也就是葡萄糖经过细胞 机会进去也会出了 那么我假如想把你养化掉 糖教解把你养化掉 大家想一想 我要给你教解掉 首先要把这个葡萄糖分子抓住 你不然我要刚来教解你的时候 分解你的时候怎么样 你跑了 我怎么办 我首先要给你抓住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形象成为 葡萄糖的补活 所以在我们第一版学的生活化学上面 这一版 第一步叫葡萄糖的补活 什么意思 这葡萄糖 大家注意了 这是个 这种环转化物 我要想你 这个该细胞 我要想你把葡萄糖糖浇解掉 但是我随便你把抓住 不让你出去 那么不让你出去怎么办 就在你的六号位 大家注意 加给你你三根 你三根 是你生成六零三葡萄糖 也就是我们的养原子 一二三四五六 在六号位 给你加上个零三根 你就变成了什么 六零三葡萄糖 六零三葡萄糖 大家注意了 它就不通过细胞膜了 这个就固定下来了 你就跑不掉了 我就要给你抓住 所以第一步形象的把它叫做 葡萄糖的补活 好了 大家注意从葡萄糖到六零三葡萄糖 大家看 结构都是一样的 只在六号位 啊 这个六号位 加了一个什么 加了一个零三根 所以这里一个圈圈 打了一个批 这就叫零三根 所以他跟他唯一的不同 就在这儿 那么这个零三根是哪儿来的呢 零三根从哪儿来 是ATP给到的 ATP大家都知道它名字叫什么 三零三线干 哎 三零三线干 我给一个零三根出去 三零三就三个零三集团 我给一个零三集团 到底葡萄糖实际变成六零三葡萄糖 我自己变成了几个 变成二零三 哎 哎 就是ATP 二零三线干 所以大家注意了 第一步 葡萄糖 那么补和 变成六零三葡萄糖 那么这个零三根 变成六零三 葡萄糖的六三根 来自哪儿 来自ATP 来自ATP 二零三根给给到你 那么他自己变成了ATP 所以这对我们人体来说 相当于消耗了一分子的ATP 是不是 所以 哎 你也可以这样记 要有得必有实 先实在得 你要向我葡萄糖 分解ATP给你用 那么你首先必须先供应我两个ATP 哎 先死 然后再得到四个ATP 净得到两个 就这样 好了 第一个 死掉一个ATP 那么有三零三线干 变成了 二零三线 三零三线干ATP 变成了二零三线干ATP 所以 清华这部的幻影叫做 鸡糖鸡美 加一丙丁五鸡 刚刚六个三元 鸡糖鸡美 所以也叫做葡萄糖鸡美 那么以来的几糖鸡美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出来 第一个关键美 因为它消耗了ATP 所以 吹花这个幻影是个不可的幻影 ATP 变成ATP 好的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从六年三葡萄糖 变成六年三果糖 大家注意六年三葡萄糖跟六年三果糖 都是个统合一构去 所以吹花这个是个一构美 就是把这个 环状结构 变成了链丝结构 大家想想啊 我要给你这个葡萄糖给干掉 我总要把这个环打开 环不打开 你说我怎么动手呢 给你干掉了 所以这一步就是把这个环呢 等 一刀剁开 剁开之后还是六个三元子 变成了六年三果糖 所以只不过是圆着一圈的六个三元子 变成六年三果糖 还是六个三元子 这一六年三果糖 好了 这是第二步 第二步你不要管它这个可丽反应 是一构美吹花的 同为一构体 那么第三步反应 从六年三果糖变成一六二年三果糖 从六年三果糖变成一六二年三果糖 大家看 六年三果糖 一六二年三果糖 多了个什么 多了一个零三根嘛 这个零三根跟刚才说的一样 也是由ATP来供给 ATP供给之后 只大字节变成了ADP 二零三线杆 所以这个也在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也效果一个ATP 那么吹花这个的主 是个什么 六年三果糖即酶1 所以这第二糖教育第二个完结酶出来了 六年三果糖即酶1 就第二个红颜色的酶 那么深层产物是一六二年三果糖 好了 这就是我们说 它的什么链式结构 所以这个链式结构 大家注意这到这里为止 还是什么 六个糖原子 哎 只不过这个零三根 一号为一个零三根 六号为一个零三根 好了 我们这个六个糖原子 常常立一个什么六个糖原子 这种什么 一六二年果糖 我要想分解 肯定要把你什么 中间蓝要砍蛋 越短越好 我越好 越好什么 给你分解 所以中间一砍蛋 六个糖原子的 那么从中间一多的一加三个 一加一个零三根 一加三个糖原子 那么就分解成了什么 零三二强丙同 或三零三干越权 零三二强丙同 三零三干越权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同分一构体 都是三个糖原子 都含一个零三根 大家看看是不是三个大原子 零三根 零三二一丙丙同 三零三干越权 为什么我说唐教杰有十步怀疑十一步怀疑呢 就是看你这一步善一善 你把这一步善一步 那么十一步怀疑 你把这一步不善 十步怀疑 所以都有 有的时候说他十步怀疑 有的时候十一步怀疑 差就差在这儿 好了这第一步 转成了三零三干越权 三零三干越权 大家注意了 在三零三干越权 妥卿没得注意啊 妥卿亲 大家注意啊 妥卿的亲 由谁接受 由维持妥卿怀疑 由NID接受 NID那么变成了 接受亲之后 还原成为NIDH加H 这个亲又到哪儿去了 大家看 你书上一个长长的虚线 到哪儿了 这个亲 要病通三接受 在乳酸脱筋肥的中央下 还原生到乳酸 所以这个亲就到这儿来了啊 将有氧氧化的时候 那么这个亲进入护肌内 产生了能量 产生两个五个ATB 在唐教杰的时候 这里没有氧 所以他补了可能进入有氧氧化 所以这个亲就给 也交个 病通三 在乳酸脱筋肥底下 还原生是乳酸 这就是 有氧氧化 跟我们讲的 唐教杰 差别就差在这儿 大家注意 但是吃花这个的 煤是一个什么煤 三领酸钥油腺脱筋肥 既然你脱筋肥 那么绝对要脱下来亲 脱下来亲 有什么结受 有NAD接受 这是供性体 受性体 好了 大家注意了 这个 以 三领酸钥油腺 字极变成了什么 以 三二领酸钥油腺 大家注意 好了 从三领酸钥油腺 变成以 三二领酸钥油腺 你看看 多了个什么东西 多了个0.3根 是不是 原来自己给你3根 你看三领酸钥油腺 自己给你3根 这是以 三二领酸钥油腺 多了什么 多了个0.3根 这个0.3根 乃至哪 他说 那还不清楚 ATB给他的吗 大家注意 不对 这个不是我们ATB给他的 这个是什么 五领酸钥的 包液中的五领酸钥 所以跟你的ATB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消耗能量 所以他这个可定反应 大家注意 从三领酸钥油腺 变成以三二领酸钥油腺 那么这里虽然多了个0.3根 这个0.3根是由 五领酸提供的 不是由ATB 消耗ATB产生的 所以这个不消耗ATB 好了 以上二领酸钥油腺 好 在钥酸钥酸钥油腺 几米的弱约下 转变生成三领酸 钥油酸 大家注意 一领二领酸钥油酸 变成三领酸钥油腺 烧了个什么东西 烧了个0.3根 这个0.3根到哪儿去 哎 交给他ADP 使他变成了什么ATP 所以这就成了第一步产能的换疫 那么第一步产能的换疫 是由 0.3根 钥油酸 极米 吹化的 所以这就是第一步产能的换疫 产能的换疫 产能的在哪儿呢 在这儿 大家注意了 这一个 一领二领酸钥油腺 三领酸钥油腺 那么这个0.3根到哪儿去了 交给了ATP 是他产生的ATP 所以第一步产能的换疫在这儿了 这叫第五水平的0.3根 为什么呢 他没有经过附近的直接产生的ATP 我们把它叫做第五水平的0.3根 这第一步 第一步产生换疫 耗能已经耗了两步 一步两步 是不是 这两个关键面策划的换疫 耗了两个 消耗了两个ATP 那么这第一二步 产了几个ATP 这里产了一个 但是 大家注意 从葡萄达分子 葡萄达分子是几个AT原子 六个AT原子 这里几个AT原子 三领酸钥油腺 这里乘三个 这里三个 所以从三领酸钥油腺 下面计算能量 一定要乘两倍 为什么 三领酸钥油腺跟032相比同 我说六个AT原子 从中间一多 一加混在三个AT原子 所以你要计算能量 从葡萄达分子开始 那么这里一定要什么 乘二 三领两倍 六个AT原子到这三个AT原子 是吗 肯定要成两倍是不是 所以这里计算 应该是 本质上产生了几个ATP 产生了 从葡萄达开始 应该产生了两分之ATP 是不是 好了 三领酸钥油腺 再变为媒体做一下 变成二领酸钥油酸 三领酸钥油酸 变成二领酸钥油酸 你一酸吸收铁油酸 不管它了 为什么 这都是可力怀疑 从来不过考到的 大家有这么回事就知道了 从三领酸钥油酸 变成二领酸钥油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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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这再开始管它 为什么 这是个关键美计划的欢迎 叫做什么 丙酮酸钥油酸钥油酸 丙酸钥油酸钥油酸 它的生成产物就是丙酸 好了 大家看看 零酸钥油酸钥油酸 变成丙酸 变成丙酸 第二部成成的ADP两个 你看看 从葡萄达开始 先消耗 先鱼取之比先给乙之 先给那里消耗了两个ADP 然后产生了四个ADP 所以继续生成几个ADP 四个ADP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糖酵解 产生ADP 每分之葡萄达糖 只是产生两个ADP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产生能量就很少 这就是我们说的糖酵解途径 好 到了什么 丙酥酸 丙酥酸在乳酸 脱青梅就是要还原生成乳酸 大家注意这是个可定反应 那么 脱青梅 脱青梅 需要消耗的青 被 谁啊 脱掉谁的青呢 这个青我刚才说了 是三令山甘油犬 脱青梅 给它的到这儿来了 所以这就是它 唯一的一部 脱青梅出化的反应 叫做丙酥酸还原生成乳酸 那么 脱青梅消耗的青 由谁提供 由三令山甘油犬摧花 穿给它 在有氧氧氧化的时候 这个进入氧氧化国际呢 氧化这个功能 在无氧交接这个由于它没有氧 没有氧化国际呢 那么它只能干什么 只能交给丙酥酸 使它生成乳酸 使它生成乳酸 所以它也经常这样说 它这儿 丙酥酸 还原成乳酸的条件是什么 缺氧嘛 就这个意思 好了整个唐教杰 这个过程就跟他讲的详细的讲完了 当然 大家在复习的过程中 不要去像我长得这么详细 像我这么详细 为什么 大家大致了解这个过程 知道 这些最重要的产物 知道 这三个关键梅就行了 好了 我们在跟大家讲了 唐教杰讲了这么多 跟大家做个解释 整个这个唐教杰的过程中 那么有一次 有一次脱心 脱下的唯一一个心 由谁来策划 由三菱山干预选脱心梅策划 那么脱一维下的唯一的心 交给了乳酸脱心梅 使品同山 换成乳酸 第二个 在这所有的这个 脱下的唐教杰的过程中 有两次第五水平的磷酸化 就两次产生APD的过程 一个由 磷酸 甘乳酸 极梅吹化 还有一个有什么 丙酮酸 极梅吹化 两个极梅吹化 由于吹化的这种能量 直接变成了ADP 没有经过负极链电子的传递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第五水平的磷酸化 假如交给负极链电子传递 那么我们就在 生物氧化里面 要跟他讲的叫做什么 两化你散化 好 整个这个 唐教杰的过程中 要一次 一分之破糖 生成两分之的ADP 就两次产生的那个过程 消耗了两个ADP 但是产生了四个ADP 进行生成两个ADP 它有三个关键煤 这三个关键煤 请大家记住考了无数次 鸡汤鸡煤 鸡汤鸡煤 六成三鸡煤 以及鸡汤鸡煤 三个关键煤吹化的反应 所以就是三个不肯的反应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 这关键煤大家记住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看一流点这个词题 大家再继续看 成熟红细胞利用葡萄糖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成熟红细胞我刚才说了 没有细胞系 它利用葡萄糖 怎么只能怎么利用 经过唐孝节利用 所以正确答应了答B 所以B就这样来的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词题 唐孝节的关键煤是什么 唐孝节的关键煤有三个 一个是鸡汤鸡煤 一个六六三骨汤鸡煤 一个饼铜酸鸡煤 所以那么这个题答应了答B 好了大家注意了这些打一下 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再看一看 饼铜酸说话煤 这是唐医生的关键煤 郭糖二零三煤 葡萄糖六零三煤 唐医生的关键煤 泥酸化煤 这是唐原分解的关键煤 所以这几个关键煤 都是唐代谢的关键煤 那么大家都可以给他什么 做题的时候都可以给他考虑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一三年这个词题 它在正常细胞糖消解的过程中 有利于饼铜酸 还原成乳酸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什么 缺氧的状态 答案为A 假如缺氧 那么由三年来干预前脱下来脱形煤脆化 脱下来清 就交给乳酸脱形煤 使饼铜酸还原成乳酸 假如在有氧的条件之下呢 三年来干预前脱下来清 就交给N2D接受 有N2D 那么进入氧化合金 N2D也去氧化合金 产生2.5个ATB 所以它不同就碰到在这儿 因此正确大家应该答A 当然我也可以这样说了 我说在去氧的条件下 下来哪种换银会成生成 那就是饼铜酸 还原成乳酸 所以像这种理由一提 原因作为结果 结果作为原因 经常考到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不然就错掉了